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30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随着冬天的到来 美国和欧洲正在紧张的盯着天然气库存 而中国今年冬天的取暖费也可能暴涨 中国最近努力改善一度危险的分散的煤炭开采业 导致了煤炭供应增长乏力 煤炭价格暴涨 这也波及到了液化天然气市场 这种情况让人们想起了2016年底 当时中国经济的复苏与政府关闭煤矿相撞 导致了巨大的煤炭价格飙升 最近的采矿安全运动开始于2020年底 由重庆附近的两企灾难性的采矿事故引发 这些事故造成了39名工人死亡 而当时中国电力需求在2021年初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 在这时候展开采矿安全运动 令煤炭的产量明显放缓 今年3月至8月 国内煤炭产量的同比增长只有1.5% 而同一时间电力产量的平均增长为8.9% 这一巨大的不匹配就导致了随着冬季供暖季节的到来 电厂的库存迅速的下降 数据显示上周中国东部的七个大省的平均库存只有12.5天 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值 还不到去年冬天库存的一半 另外煤炭出口大国印度尼西亚的大雨造成的供应中断 以及中国与世界上另一个主要煤炭出口国澳大利亚的持续争斗 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随着关系的恶化 中国在2020年底禁止了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 虽然中国已经通过从其他地方购买来弥补了大部分的缺口 但是仍然不够 今年前8个月的进口量仍然比2020年要低10% 而现在由于煤厂试图在供暖季节前重建库存 导致了进口量激增 而这又同时推高了整个亚洲的煤炭价格 包括中国想要制裁的澳大利亚的煤炭价格 这种增长也是亚洲液化天然气价格走高的一个原因 现在亚洲的天然气交易价格约为5月份的3倍 是美国国内价格的5倍 而美国天然气价格本身就已经接近多年来的高点 随着亚洲北部的供暖季节即将开始 情况越来越糟 然而还有一些理由是可以相信价格的上涨也许很快会放缓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中国的重工业生产以及电力需求的增长 目前正在迅速放缓 因为中国监管机构正在挤压房地产行业和钢铁等能源密集型企业 以实现气候目标 如果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真的下滑 重工业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8月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13.2% 电力需求仅增长0.2% 这与几个月前的两位数增长相比出现了完全的逆转 最后还有北京在停电方面的痛点 由于高煤价令发电厂一直承受着巨大的损失 停电现象一直在扩大 现在对中国来说 实现气候目标和将经济从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中转移出来 这一长期目标显然比过去更加受到重视 但是习近平是否真的准备好应对煤电的沃尔克时刻呢 也就是牺牲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发展 这可能会迫使许多中国的小型企业 在经济已经大幅放缓的情况下破产 这对于刚刚提出要中国人共同富裕的习近平来说 也许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再来看中国恒大债务危机的最新进展 恒大集团今天公告称 对9月份到期的投资产品 恒大旗下的恒大金融财富管理公司 已经于今天完成了首期的10%的兑付 相关款项已经发放到了相应投资人的账户 另外恒大财富的官方微信近日称 实物的资产兑付工作也已经启动 在深圳的一位投资者表示 的确已经收到了10%的付款 但是他悲观的认为 这种付款形式不会持续下去 可能随时就会停止 他和丈夫一共投资了15万元人民币 购买了9月到期的理财产品 他说最令人失望的是 恒大从来没有真正的和我们沟通过 问我们是否对他们的解决方案感到满意 我不会放弃维权 恒大财富到期的理财产品规模约400亿元人民币 投资者可以选择三种兑付方式 包括现金分期兑付方式 也就是每三个月兑付10%直到付款完成 或者是实物资产兑付方式 用于兑付的实物资产包括 恒大任何一个城市的住宅公寓和商铺等产品 一项最新的研究警告 中国的人口下降可能比预期的要快得多 在未来的45年内 中国的人口数量将减少一半 该预测是基于去年每名妇女1.3个孩子的官方出生率 这个数字远远低于保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两个孩子 并且预测其下降幅度比以前的估计要大得多 中国目前的人口超过14亿 在2019年联合国预测中国到2065年仍然约有13亿的人口 但是西岸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江全宝教授 及其团队的最新研究警告 中国的人口下降幅度可能被严重低估了 例如联合国的预测是基于中国的生育率 将保持在每个妇女1.7个孩子以上的假设 中国去年有1200万新生儿 比联合国的估计少了25% 江教授在研究报告中写道 中国当局需要密切关注人口增长的潜在负面惯性 并且提前需要制定一个对策 新的出生率尽管是出乎意料的低 但是是基于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 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准确的 因为它是第一次完全借助于数字设备收集 并且与其他政府数据进行交叉检查 尽管人口普查结果只向公众披露了一部分 但是研究人员说 有限的信息已经为中国人口的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新的启示 更有可能的是由于育龄妇女人数的下降 总人口将很快开始快速下降 研究报告表示 如果出生率下降到1 那么在29年内中国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根据新的人口普查的数据 儿童约占中国人口的17% 而60岁以上的人的比例上升到18%以上 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老年人多于儿童的情况 由于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生育和护理方面的支持服务也严重的短缺 中国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 虽然政府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放松了人口政策 允许所有家庭都拥有三个孩子 但是许多研究指出 高房价等经济因素是推动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等一些国家 房地产价格上涨会帮助提高出生率 因为它们使人们更加的富有 但是在中国情况则恰恰相反 中国科学院本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快速增长的房价 加上越来越多追求自由的高收入白领 导致该地区成为了全国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8月份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在中国每平方米房产价格每增加1000元 生一个孩子的可能性就会减少2% 生两个孩子的可能性就会减少5% 中国政府最近发起了一系列运动 以控制房地产价格 降低教育成本 并且增加幼儿园的数量 但是研究报告说 这些远远不够 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公教授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人口将从2025年开始下降 他说 虽然人口萎缩和老龄化将增加社会福利系统的负担 但是也有一些好消息 例如 在过去的10年中 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公民人数几乎翻了一番 现在占总人口的15% 陈教授认为 这一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的发展 他说 预计中国人口的质量将会迅速提高 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一项推动力 中国今天公布了 旨在加强数据安全法的新管理办法草案 包括对所谓的核心数据和重要数据的定义 中国于9月1号起实施了数据安全法 该法要求中国所有的公司将其处理的数据分为几类 并且管理此类数据的存储和运输方式 但是当时律师批评其内容含糊不清 包括缺乏对数据的定义 今天发布的管理办法草案 详细描述了三类数据 普通数据 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 当局将普通数据描述为 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小的数据 或者将影响少数个人或企业的数据 而重要数据被定义为 对中国国家和经济利益构成威胁或影响个人和组织 并且在一系列行业和企业中 具有明显连锁效应的数据 而核心数据则被定义为 对中国的国家和经济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如果数据中断可能造成重大损失 导致大规模停机或大规模网络和服务瘫痪的数据 监管机构补充说 机构可以自我评估普通数据的安全性 但是必须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年度评估 规则还规定 组织还必须通过特殊机制 获得核心数据和重要数据的跨境传输批准 确实需要向境外提供的 应当进行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数据出境 并且加强对数据出境后的跟踪掌握 同时核心数据不得出境 数据政策已经成为监管机构 针对过去一年持续打压的几个领域之一 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建立在2017年 网络安全法的基础之上 这是第一套管理中国数据存储和传输的主要法规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